大家好,我是大雄 俄罗斯防空系统缺乏 本土正出现巨大的防空漏洞 1月21日 俄罗斯、奥利尔市、斯莫朗斯克市 和托拉市相继遭遇无军无人机的袭击 托拉的谢格洛夫斯基瓦尔军事工厂 遭遇无人机袭击被命中 主要生产铠甲S防空系统 以及装甲车的工厂受到影响 斯莫朗斯克市、奥利尔市当地防空部队宣布 遭遇无人机的袭击 至于损失相信很快就会知道 1月21日凌晨 乌军无人机再次奔袭近千公里 袭击利尼格勒州 乌斯基罗加港的天然气码头 成功击中目标 码头开始着火 一些装甲户物的船只也被击中 码头附近的诺瓦泰科工厂 加工生产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的厂房 也被乌军无人机击中 引发大火 1月18日 乌军无人机就成功击中了 圣梅德堡石油码头 仅仅隔了三天 乌军无人机又命中了 乌斯基罗加港的码头 俄罗斯的防空也太脆弱了 昨晚还有乌军无人机试图飞下莫斯科 再次给俄罗斯人制造心理压力 最近半个月 乌军无人机对俄本土重要目标军事工厂 油库 仓库 备电站 频繁实施袭击 频率越来越高 而且多次奔袭上千公里 这足以说明有两点值得关注 第一 乌克兰已经研制出威力超大的远程重型攻击无人机 还有更多无人机即将到来 第二 俄罗斯前线防空尺击 将后方防空系统抽掉到前线 以至于本土出现了防空漏洞 让乌军更容易袭击 乌军无人机正随紧所欲地到达莫斯科 圣梅德堡或图拉等俄罗斯本土区域 俄罗斯人正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代价 乌克兰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嘲笑乌克兰的人将在2024年建设到乌克兰的力量 来看看战场最新消息 阿弗蒂夫卡地区 俄军北部斯特波维方向几乎没有动作 集中兵力在南部方向和工业区方向 交代场以东方向推进 灰色区域扩大 俄军佐夫特涅瓦街取得小幅度的进展 向前推进240米左右 乌军在另一段夺回了数百米的阵地 战线没有太大变化 赫尔松地区 乌兰海军陆战队仍然控制着克林基 俄军经过几个月攻击 仍然无法将乌军赶回右岸 反而损失大量的装备和人员 巴姆德地区 乌军击退了俄军 在伯格丹诺夫卡 伯伯夫斯基森林方向和克里什切耶夫斯基防御区以北 植树区的进攻 有消息指俄军在伊万尼弗斯克东南部推进 控制从北部进入克里什切耶夫卡的道路 至于是否影响乌军在克里什切耶夫卡的战斗 仍有待观察 萨布罗热地区 俄乌双方进行火炮和无人机的攻击 战线没有太大变化 乌扬斯克克里米纳 莱曼地区 俄军占领了克罗赫马内定居点 及其以北的几个阵地 这个定居点2023年几度一丑 俄乌反复争夺着礼 战略价值并不大 克里米纳莱曼放强 西尔斯基 俄军继续努力 改善别洛哥洛夫卡 斯布尔洛耶方向和维效洛耶地区的战术局势 但没有成功 还损失不少装备和人员 西尔斯基此前称 俄军和俄本土调动更多部队 并准备在几个地区加大压力 但俄军的冬季攻势 其实已经失败了 乌军不再刻意坚守某地 反复进退 用无人机火炮杀伤俄军 俄军将宝贵的T62坦克 运到克里米亚 叶夫帕托里亚 之后准备运往赫尔松舰线 投入与乌军的战斗中 当T62坦克都被拉出来的时候 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也许俄军并不是世界第二军 只是俄乌战场上第二 1月21日 乌克兰公布俄军损失数据 从数据看 俄军损失与前几日持平 进攻强度并不大 显然缺乏足够的人员和装备 已经精疲力尽了 1月17日 被击录到A50预警机上 损失至少12名俄军式专家 而埃尔18R指挥机的指挥官 维克托克里莫夫少校确认所 俄罗斯空军远程航空兵副司令 奥列格普切拉总将 是否在A50预警机上 仍然没有确切消息 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 在接受法闻时表示 拜登没有给乌克兰提供足够适当的武器 以赢得战争而造成永久性的损失 至于美国内部如何平衡 相信很快有结果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无需担心 美国的610美元援助 欧盟的500亿欧元援助都不是问题 实在不计 还有3000亿美元俄罗斯冻结资产兜底 英国德国已经开始带头引领欧洲 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 单独援助乌克兰 挪威拨款超过了1.9亿美元 用于提高挪威国防工业的产 主要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弹药 拉姆时代因50多个国家 加上欧洲国家的国内生产组织 拿出0.2%至0.25% 就是超1300亿美元的资金 而欧洲已经在实施这些事情 1月21日 媒体转载俄媒援引乌克兰媒体消息程 泽连斯基要解除扎入日内的乌韩武装部队总司令 还决定解除乌军总参谋长 沙布塔拉 联合部队行动自立 纳耶夫中将的职务 要知道 一个月前 2023年12月20日 泽连斯基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不会解除扎入日内的职务 这么快就变了 扎入日内作为军事主官 与泽连斯基多次传出不合 但扎入日内国内支持率高过泽连斯基 而扎入日内助手被炸死 包括是被装贴听器等等很多事情 都证明物军高层在战略 信息方面有差异 俄罗斯方面多次爆出扎入日内要被解除职务 即使被解除也不奇怪 曾经的国防部长被更换成乌梅罗夫 干得更好 如果更换总司令 能对乌坎战场局势 对获得援助有帮助 也未尝不可 乌军一线部队有很多将领更能打 也更加值得提拔 对俄乌战争有利的事情 要多做 大胆进取 像布达诺夫一样敢干 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泽连斯基在最新视频讲话中表示 乌坎必须赢得这场战争 俄罗斯不应抱有幻想 泽连斯基强调 乌坎人比任何情况都更强大 为了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让俄罗斯永远记住他 永远不会获得任何好处 不能说泽连斯基说错了 乌坎确实很难办 与俄罗斯缠统两年 还不断的袭击俄奔兔 将战火烧回俄罗斯 俄罗斯畅想着俄罗斯边界永无止境 一小时22分拿下乌克兰 终究没有实现 俄罗斯本土的问题越来越多 清起战争很容易 想结束就不那么容易了 很多人还在嘲讽乌克兰 还没打到莫斯科 难道俄罗斯爆打乌坎两年 结果变成守住莫斯科就是赢 时间在乌坎一放 而俄罗斯的代价越来越高 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 马上春节就到了 大军想要期而过好年 所以在这里啊 跟大家讨要一些打赏 当然 如果您的经济情况不好 就别给我赞赏了 帮我转发视频 或是推荐给其他的朋友来观看 也是对我很好的帮助 让我们共同努力 一起为正义发声 一份小小的鼓励 一份暖暖的心意足矣 主所有朋友平安喜乐 事事如意 愿所有的幸运伴随着您 愿天下大同 再也没有战争 这种小小小的鼓励 都可以帮助您